当粉丝沉浸在《歌蜜逼》美学中不可自拔时 我却在感叹杨紫的女人员 微博之夜幕后 杨幂脱口而出了一句 你怎么不跟我说再见 引来胡歌的回头 定格这一幕无数CP粉为之疯狂 但其实杨幂这话是在对杨紫撒娇 散场时杨紫忘了告别杨幂瞬间炸毛 姐妹连连认错之才给她吻下来 镜头转至一旁 刘诗诗慵懒靠在墙上 一脸宠溺围观之俩打闹 原来杨紫和八五花们相处得这么融洽 或者说这场微博之夜 让杨紫狠狠打了小黑们的脸 晚会刚开始 杨紫和杨幂刘诗诗挨在一起热聊 刘诗诗起身离开时还不忘跟姊妹告别 并附赠一枚相吻 晚会进行一半时 佟丽娅来到杨紫身边 两人虽未有过合作 但不影响交情 有说有笑很是开心 晚会接近尾声时 余淑欣也挪到杨紫身边摇耳朵 两人的互动看起来和闺蜜没什么两样 整场活动下来 杨紫旁边的座位就没空过 足以见其好人员 不仅如此 大花们对杨紫也非常看好 明星上台大合照 李冰冰现实主动招呼杨紫 紧接着又送出一枚飞吻 最后还不忘在姚诚耳边说悄悄话 去纯语诗集的网友解读 李冰冰说的正是 我很喜欢杨紫 姚诚的回应则是 她确实很可爱 而除了几次出席微博之夜的明星嘉宾们 缺席的赵丽颖 马思纯也都是杨紫的好朋友 前者和她合伙开过餐厅 后者是她相识长达十年的好闺蜜 咱就是说杨紫 你到底有多少个好姐姐 我们男人不这样吗 但理想到小黑们说杨紫只跟男生玩 是个汉子茶等 下头言论 着实有点打脸